經過下雨之後 氣溫稍微涼快一點 更加有幫助 看回開跑之後的比賽 所有運動員一定要經市的線道 一百米之後就有一條雕置線 就開始開始前衛內線了 因此戰術的鼓動就開始出現了 現在看到波蘭的維迪卡 紅色衫就很認真了 本來是上先的 但是兩位亞洲特地選手 是綠色衫戰衣的選手 立即使地本車速度排在前面 看到頭一二八 似乎沒有什麼人有一個很強的前速帶領 大家可以看看開轎的時間 如果正常的開轎 應該是五十三秒左右 一個正常的速度 假如開得特別快的話 即是有人玩戰術了 五號的選手是路易 這是澳洲的選手 果然他是不緊於這個速度 經過這個終點 都是五十六秒 即是前面那段有人玩戰術 開得很慢 因此路易很沈默 自己先跑出來 大仙就是路易 跟著就是紅色衫的選手 突然間還有300米 已經爆出來了 路易緊跟著在後面 而兩位亞洲特地選手現在已經追上去 即是說前面那個圈 太過慢 現在那個衝市就在300米 轉開 接著路易 似乎守不住第二位 亞洲特地選手就在關國前趕過去 進入直路 大家既鬥速度 亦都是鬥內力 兩位亞洲特地選手第二 第三位 而法國選手就追到前面 好呀 衝回來的就是1分49秒08